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今天是香港的艺术节目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新的一页 我也很高兴地见证着整个过程 所以就是很开心很兴奋 特意的专程 是 之前他们好像做了整个月预演 预演是 你有没有看过之前? 我没有看过 因为我之前都参演过是两次的了 就是我反过来都能背到的 那些歌都懂得唱的了 所以特意不看住了 是不是? 就是你知道金属有疲劳 是不是? 你看表演都有表演的疲劳 所以特意忍忍忍忍忍到今时今日 9月1日 一夜睡了眼睛 一夜爆出来这样的 你想不想今次有演出的? 都想的 已经是预留了 导演 留了我表演的了 就是 遲些是有的了 是 那我开始要计算 跟他计算的了 是 计演出的 计演出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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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没有那个东西留的 啊? 这样 是 那时 自由生之后 会不会想试试一下写剧本呢? 都未服自由生的时候 都在写着 都在想着 这些写剧本 这个是我们对创作的一种承担来的嘛 就是我有东西在脑子里 就自然会流露出来 所以这个不关乎自不自由生的事 我都是这样写 就是你吃饭这样的 因为自不自由生都是吃饭的嘛 就是这样的 那你也可以加入这个行业 一起去做一个很长寿的音乐 或者是舞台劇 怎样 你可以加入这个《红柳》 去做一个长寿舞台劇 我始终要向前辈 就是向陈欣石前辈去学习的 所以你说去写编剧 度桥 有些材料在旁边滲出来 这个编剧 我由始至终都是很尊重的 虽然说懂写字就懂写 坊间有这些错误的思想 但我觉得不同意的是要学习的 这样 你这两个很大的计划 现在找进入合作 今天已经是有合作伙伴来跟我谈的了 那个喜剧形式的教育风云 和全球广东玩大了 一个是戏剧Drama 一个是网Drama 今天刚刚下午是有人在谈 谈到头昏老丈 所以就要去睡觉 才来去支持Tommy仔的场 应该是预计很快成事 预计很快有第二次的谈 我当然不去城市这些这么多龐大的东西 但全球广东玩大了 是不是有第二间电视台这样的合作? 电视台 我想这个是其中一间 还有其他来到谈的 所以电视台 我觉得是欢迎的 没有说是哪一间哪一间这样的 你会不会去自己演买一份?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大前提 我想大家不需要去再质疑 你可以帮我写多几个字这样 Benzel亲自要主演这样的 不能演不做 蛤? 不能演不做 是啊 哈哈哈哈 或者你有没有选择好partner 这个就没有 你知道我不是很选择人 总之有得写有得做 由零开始慢慢一步一步 我又没有去到要选择人做 我看你还可以开補习班 那个是啊 那个Benzel's Academy 是一些网上的东西来的 虽然我离开了教育界 但是你知道 我那个教育 教人的那个 那个血 和那个细胞 仍然在 那我就懂得去 你知道我们这些废老 学识要放手 放手给那些大学生去做助教 帮助年轻人 他们大学生 都是很贫富的 所以就希望各位家长 能够去接制一下 那些大学生 和救济Benzel 那样 那会不会都想翻译教书 那又不会 我拔了个身子出来 那就是想做演艺 所以就是放手给他们教 那样 但是只不过 譬如说有些interview的面试 我觉得这个有几十个兴趣 就是教一下他们讲话 那样 所以那些我都会 亲自落场会讲一下 会不会迟一点 有补习名诗班长 那又不会 那补习名诗原来很辛苦 那些这样的年纪 都 就是你知道我喜欢去表演 那样 补习名诗那些是 好 又要去跟住那个建制 那又要去跟住 考试那些来教 那些对我不行的 那些 好的 好 谢谢 谢谢 好 有